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赌场 叫塞米诺尔好莱坞经典赌场 当我们想在家附近找赌场方面的工作机会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要在地图上搜索这个关键词casino 看看家附近是否有赌场 因为离得太远,上下班也不方便 那我们呢,把这个名字输入进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地址,还有它的网址 它是24小时营业的一家赌场 我们来打开它的网站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网站主页 塞米诺尔好莱坞硬食酒店及赌场 是硬食国际的旗舰赌场度假村 由佛罗里达州的塞米诺尔部落所有 这个世界知名的娱乐、博彩还有酒店 它是于2019年进行了扩建 花了15亿美金 它其中呢,有19家的这个餐饮店 还有20间的酒吧还有酒廊 它有3100多台的老虎机 195张的桌上游戏 还有呢,45张的扑克室 所以还是相当大的哈 那我们往下走 这里呢,是它的一个careers 我们说我们如果想看工作机会的话 这个呢,就是它的关键词 我们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它的照片的一些职位 那我们呢,主要的就是看它是否有发盘员的培训 对吧,当然,其实赌场呢 它是有很多的工作机会的 我们呢,不只要看发盘员 我们如果不想进行这个培训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工作机会 现在我们来输入关键词 看看有没有发盘员的培训 我们在其他赌场的网页上也可以这样查找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三个不同的发盘员培训学校 那大家呢,因为我并没有去过这家赌场 但是呢,我知道这家赌场是非常大的 它呢,有,看这是有不同的地址的 看见了吗 所以呢,大家在参加这些发盘员 尤其是这家赌场开的发盘员学校 一定要了解清楚它是哪一块地址在哪儿的一个培训 这家呢,你看它2024年12月19号就有一个开班 发盘员的培训班开始 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它介绍了它的这个公司的情况 它的要求呢,是最低的年龄是在21岁 要求能够通过背景调查、药物检查 还有就是能够获得这个博彩业的资格证 从业资格证 它也要求说申请人能够在西安的环境中工作 站立的工作 而且呢,还要能搬起50磅重的东西 其实这个很少有办证物的这个机会哈 就是工作当中很少有办证物的情况 但是呢,它这样也写了 因为它这个也是在印第安部落的领土上建的一家赌场 所以呢,它是优先印第安人的 那么还有两家哈 其实呢,它们的要求都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呢,大家针对这个硬石 这个塞米诺尔这个赌场呢 它的版图比较大 大家通过这个 它的地图也可以看到 你看它是分成了两块的,两个区域 我们看到呢,刚才看到的是这个 但是它这块也有 看看它这还有这个扑克牌哈 德州扑克 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它这个赌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因为它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它可以几乎学到所有的游戏 因为我们赌场呢,是没有扑克这个游戏的 而且它在佛罗里达 比较海边比较近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说的这家赌场在这儿 所以这个海边在这儿 所以风景应该是非常的优美 它这个吉他酒店也是非常的漂亮 我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呢 最主要的是想告诉大家 佛罗里达州的这家赌场 它是有发牌员培训的 而且呢,如果我们想找赌场的工作机会 那么就是在这个地图上搜索赌场 然后呢,看一看它的是否有发牌员培训 其实呢,大部分的赌场它的招聘发牌员的 基本要求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有的赌场是要求最低18岁 有的呢,是最低21岁 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最基本的呢,它都是要求你能 会基本的数学,是吧 能通过这方面的考核 还有就是你的面试能通过 比如说我们的言谈举止啊 还有就是英文的水平 它这上也说了一些福利待遇 是吧,比如说有医疗 牙齿的保险 还有就是401K养老计划 还有就是你的代薪休假等 还有年终奖励 其实赌场都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有加油站的话 针对员工的加油呢 也是有优惠的 这家赌场呢对纹身有了要求 就是不能在面部或者是就是手啊 就这种露在外面的皮肤呢 它的纹身不能是特别有讽刺性 或者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而且耳朵有的人呢 他是有耳动的 而且是就是那种加大的 就是把耳朵都给撑遍形了的那种 这家赌场呢也是不想要这样的人的 所以每家赌场的要求还是稍微有一些不同 这个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他们的要求 在赌场工作最主要的是要适应这个长时间的站立 如果能觉得自己能满足这一方面 那我觉得其实学发拍员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机会 而且往后转其他的这个工作 也是非常的容易在赌场内部 因为外部招聘的话赌场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呢在赌场内部转化部门 它又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呢大家对这个工作人员的培训啊 还有培养都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经历甚至这个我们的从业执照哈 也是这个赌场来付钱 每年给更新的 尤其是大一点的赌场 都是赌场来承担这部分的费用 所以他希望招进来的员工 既然都已经通过背景调查 又要付你的执照费用 大家已经磨合的这么长时间 所以呢他希望留住老员工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这就是佛罗里达这家赌场的简单的介绍 他们有一个新的培训班 在2024年的12月份就可以开班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 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一家非常大的赌场 可能呢在一个地方就有几个赌场的地点 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因为看一看哪家赌场的待遇 或者是工作环境更好 对吧 别到时候去了之后 哎呀我发现那家更好 那我不知道 他们虽然是一个整体 但是呢是不同的地点 那我就觉得说 还是先考虑清楚 问清楚 对吧 尤其是在佛罗里达州这边住的朋友 那就肯定是更容易去了解当地的情况 好啦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